到了高冬的时候 我们预测应该是在2月中 接近2月底 到了2月15号以后 果然下了 我们现在的预测值是6、7万 我们更接近于国外传规的预测值 现在国外的情况变了 我们还要另外考虑 首先出现在中国 不一定是关于在中国 他们的预测值最少5月底 但是我们的预测是以基本控制 那我们现在还没到 我们想比一比 到底是更对 因为有的我们 这个国家强力的干预 以及群防群控的这个意识 一般来说 这些病毒的感染的规律都是一样的 只要它身体里头出现了Igc抗体 而且增高的很多 一般这些病人不会再感 这个很明确 至于它肠道粪便里头 可能还有些残余 这个会不会它有自己的规律 比如说肠道比较长啊 有些残余还出啊 那么现在的要害不是它自己会不会再感 它的要害是不是传染给别人 这一条呢 是值得我们注意观察的 感谢观看